即將登場的台北燈節 除了高達6米的主燈New 以及三大主題燈區之外 今年還首創AR科技虛擬燈區 民眾只要在活動官網或現場掃描QR Code 下載APP就可以身歷其境 感受超限時的視覺體驗 還加了很多燈式的介紹 所以觀眾可以從線上的這個嗓燈 聽到很多藝術家說明他們的塑餅概念 那這一次特別的我們也增加了一個虛擬燈區 所以它在三個路口 我們都有一些虛擬的作品 那因為虛擬作品它沒有受到體積上的限制 所以它量體非常大 然後觀眾也可以透過手機去欣賞它 更好玩的是我們透過手機 也可以跟這個虛擬作品合照 那可以拍照打卡 那這次也是多了一個樂趣 老成多 序位多 鳳翔玉士來洗頭 今年燈節選在富有人文歷史的萬華盟家舉辦 觀傳局還特別邀請表演藝術家宋少卿 以及台北曲藝團上身演員 用輕鬆幽默的方式演出講盟家線上單元 帶領民眾穿越時空 了解萬華地區的歷史以及人文特色 那我們今年除了我們這個主燈 事實上第一個會跳舞的牛神以外 我們還有三大的一個主題區 剛剛講的七彩八寶新世界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有傳統有當代有科技 包含我們的藝術家的作品四五十件裡面的介紹創作互動講盟家 各方面還會介紹盟家的很多的美食還有藝術人文等等都有 歡迎大家到台北燈節 配合燈節長達十天的精彩活動 各大觀光旅遊業者也推出精彩遊城 歡迎民眾趁著耶誕假期 一起來台北賞燈遊玩 感受歡樂的歲末時光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